李靖勇入阁掌中全会 败选者联盟再添一人 民进党去年九合一大选惨败后 内阁改组 不少在大选中败选的人都入阁了 被国民党封刺是败选者联盟 如今竞选连任失败的云林县前县长李靖勇 被提名出任中选会主委 败选者联盟成员再加一 李靖勇本月初才宣布成立正值办公室 不再从事任何选举公职的参与 如今却北上入阁 他的法律跟行政跟选务的地点将对完整 就我们希望在这一次提名李靖勇前县长 我们也认为他可以带领庄选会 做好实行选务 推动改革的工作 目前内阁成员当中 代表民进党参选新北市长落败的苏贞昌 出任格魁 参选高雄市长落败的陈其迈 出任傅格魁 连了失败的台中市前市长林家龙 出任交通部长 都是九合一大选的落选者 甚至有篮尾计讽 输越多 官越大 现在李靖勇出任中选会主委 国民党兵民进党 根本人才匮乏 把仇庸脏手 伸进独立机关 这是中心 台北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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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